大家好,Tr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在星期四旁晚,世界杯分组赛G组首箭上演 瑞士和黑麦龙展开对决 在上半场瑞士门将因数码发挥出色 多次化解门前险情 打完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比0平手 下半场刚刚开球,安博路就为瑞士先拔头筹 随后双方再无见数 最终瑞士一球小胜,赫麦龙 在上半场10分钟,赫麦龙迎来破门良机 但因数码,撲球不远 托高伊甘比,保舍也射高了 到了14分钟,祖普莫庭跳波过瘾 过了阿简治形成大单刀 但球也被因数码神勇撲球化解危机 因数码开场不久已贡献了两次撲球 不过球证事宜,祖普莫庭抢球时犯规在先 在30分钟,赫麦龙右路一连串配合打到禁区 而汉格纳的射门也被因数码扑出了 到35分钟,赫麦龙右路全中 中路的托高伊甘比,抢球之后倒地 但球证没有表示 到了40分钟,随时前锋按波路突破到禁区 赫麦龙的后卫卡斯迪利图在关键时作出铲场,把球解毁 最终,半场打完,双方暂时是胡交白卷 下半场,满边再战48分钟 随时取得领先,沙基利右路低平球全中 按波路,抢球之后推射,破门成功 这个时候,随时1比0,领先赫麦龙 入球之后的安波路,因为他是赫麦龙出生 所以他没有庆祝 去到57分钟,祖普莫庭展现出色的个人能力 他在禁区内,过了防守球员之后横串 而恩苏玛亦都将球撲出了 去到66分钟,随时通过右路全中 再次制造威胁,老斌华加斯抢球之后射门 亦都被奥拉拉神勇撲出了 在下半场的保时阶段 施肺落域,禁区内,起脚抽射 但是波拉就被赫麦龙的后卫用身体挡出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随时是1比0,击败赫麦龙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bye bye